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发生在4月14号中午1点左右 视频显示 这辆114路公交车到站后 一名年轻男子拿着钱包上了公交车 后面跟着一名红衣女子 但这名男子上车后并没有投币 转了个身 准备下车 这时公交车门突然关闭 公交司机段师傅说 发现小偷作案 还不等小偷下车 他就迅速将前后车门关闭 并提醒乘客检查自己的物品 红衣女子